这是嬴政最痛苦的时刻 他虽然已经是大秦的王 但却连自己的弟弟都保护不了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背上通敌叛国的罪名 他第一时间换上快马 惊夜兼诚赶回咸阳直奔太后的秦宫 老矮和俩私生子刚藏好 嬴政就冲了进来 太后赶紧拦住嬴政 说了一大堆话分散嬴政的注意力 没想到孩子突然冻起了 老矮吓得浑身哆嗦 生怕孩子再出声 太后也害怕露仙 赶紧说自己不舒服 想出去走走 由于心虚 太后很快就答应嬴政 放了他弟弟成脚 成脚的母亲怕儿子以后再被陷害 就想用太后藏匿私生子的事情 来换取儿子的生路 我的儿子安全 你的秘密 就永远都会安全 可他到死都不知道 真正的幕后黑手竟是丞相吕不韦 吕不韦派了个卧底潜伏在成脚身边 天天窜托他谋反 而成脚这孩子 最大的特点就是单纯好骗 很快就相信了卧底的鬼话 准备假意带兵出征 实则联和韩赵卫三国兵马 一起杀回咸阳 推翻嬴政的统治 眼看吕不韦批准了弟弟的出征申请 嬴政赶紧求太后帮忙收回成命 只要别让成脚出征 把他废为数人都行 好歹留一条命啊 母后 就在嬴政终于说服太后的时候 却听说弟弟已经出发 快马加鞭也追不回来了 只希望弟弟能及时醒悟悬崖勒马 但丞相却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 直接派王俭去评判了 直到这时 成脚才明白 自己从一开始就是个小丑 始终被人牵着鼻子走 但无论如何 造反的罪名都已经坐实 成脚只能接受命运 被当场处决 得到弟弟被腰斩的消息 嬴政难过的无以复加 忍不住来找祖母哭诉 嬴政已经受够了被人挟制的日子 好在他马上就要二十岁了 只要过了新年 他就可以加官亲咒 寡人绝不会因人数十年 寡人绝不要做第二个招想